嗨大家好我是Sylvia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 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或者是第一次看到我分析流行趋势 在每一季我都会做很多功课 拆解出流行元素 从国外买的业界用的杂志 到Vogue或是Hupper's Bazaar等等 结合秀场上的设计 同时做交叉比对的绘整笔记 如果你喜欢流行趋势分析 电影巨幅的深度解析 记得按下免费的赞还有订阅 都是提供我最大的创作动力哦 这集影片将针对2024年秋冬的色彩趋势做整理 并且在介绍后分出系列主题给大家参考 一定要看到最后 台指表现和时尚风格会在下一集进行 所以不要错过咯 说到搜寻时尚资讯或者是流行趋势分析时 常常会遇到大量的点状讯息 例如秋冬七大重点颜色 或者是秋冬流行15个款式 每个影片或平台内的分析都非常的精彩 也很精致 但是要如何运用在我平常的穿搭搭配上面呢 那么你需要时尚脉络 那时尚脉络又是什么呢 举例来说想像今天我们是一个厨房新手要做菜 内心并不清楚要做出什么样的料理 只是随意拿一些食材 例如是鸡肉 番茄 洋葱 然后不管手边的酱料是中式口味或者是西式调味 每一罐通通拿来给他加一点 适合用煎的料理拿去水煮 这道料理的结果相信不会太理想 因为少了食谱的引导 现在厨房新手如果已经知道经典的菜单 像是意大利式番茄鸡肉炖菜 或者是中式的茄汁会鸡丁 那么我们就会有基础的理解那些食材 调味还有烹调方式会更好 不仅能准备出美味的料理 还能确保风味是和谐一致的 在我们面对设计或日常穿搭也是一样 如果只是看单一个流行元素 而不知道它背后的时代背景和风格特色 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混乱 因为每一种单一元素就像是食材 而时尚脉络就是带领我们创造的食谱 也就是基础概念 以本季秋冬来说 用点状讯息的方法去整理 单纯提出流苏元素 自然就会把Philogamo的流苏 和Chloe的流苏摆在同一个类别 但是当我们用时尚脉络去拆解元素的时候 就会知道它们分别代表着 20年代的斑斓绚丽 以及70年代的浪漫反派 借此才能对设计有更深度的掌握 这样子的比喻是不是比较有感觉啦 接下来就从秋冬秀场 最令人兴奋的色彩驱设开始 Crisom在2023年秋冬 率先引领 展现低调而雅致的风格 进入2024年春夏 这个色系进化为Burgundy Red 在Prada Bottega Veneta的设计中 有了更进一步的演绎 呈现出优雅且沉稳的特质 延续到2024年的秋冬 在Salohone的设计中 透过飘逸的雪纺材质展现柔美与轻盈 Cucci则以手绘式的宽条纹 诠释出经典与现代感的完美融合 Philogamo则运用皮革及亮片 让Burgundy Red增添了一抹奢华及未来感 这一季的红色不仅仅是延续 更是材质与颜色之间的微妙平衡 带来新的视觉体验 以此为基础色调 在各家品牌不同的诠释下 同时也能看到展现出 活力与自信的鲜红色 在2024年的秀场上 Versace和Balenciaga都大量的运用 彰显了它极具存在感的特质 这种鲜明的红色 适合在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亮点时穿着 不仅轻松提升整体质感 展现更高雅的一面 也适合用于日常休闲的造型 这种鲜红色都能以强烈的视觉效果 为造型增添独特的美丽 JZ的绿色 在时尚界的定位强调了自然的回归与连结 特别与大自然的气息相融 这不是单一的绿而是充满层次感 从深邃的丛林绿到略带泥土气息的色调 这些不同彩度的绿色展现了大自然的丰富性 并且在服装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平衡点 这种绿色既能够与较温暖的色调搭配 也能融入冷色系的服装中展现出百搭的特质 我们在时装秀上看到了这些绿色运用于连身裙外套 甚至透过皮革材质散发出非凡的质感 让这种颜色与秋冬的色调完美结合 在Burberry的秀场透过这些大地色调的绿色 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趋势 或许这些颜色的流行反映了当前世界对于环境和自然的关注 让我们的设计更具意义与深度 除了这些深色调的绿色外 JZ的设计也呈现出一种较清新的方式 在Kuji或者Alexandra McQueen的Fashion Show上 可以看到较浅较明亮而且带有一点冷色调的Lime Green 在秋冬中更显得新盈 提供追求个性化风格和敢于打破常规的选择 这种极具创意的丰富性正是我们期待从Fashion Show中看到的特质 呼应前一个颜色喜爱自然的本质 同属于大地色调的棕色在24年秋冬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这个中性色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这也使得棕色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颜色 在各个风格中都能有很好的搭配性 经典的棕色搭配 例如与黑色的组合带来极具质感的视觉效果 是永不过时的选择 棕色与丛林绿的搭配 像是Kuji & Burberry 运用了同属大地色系 完美的融合了自然气息 传达了低调沉稳的氛围 这样的配色不仅能营造出温暖的感觉 也能增加深度与细节 而黄色与棕色的组合则保持在暖色调的范围 并且透过黄色来增加了明亮与活力 棕色与浅灰色的组合则呈现了更加柔和的中性色调 两者结合让整体造型显得精致而且和谐 无论是在平日或是正式场合 棕色都能与多种颜色和谐共存 带来优雅的时尚感 这个颜色体现了经典与创新的融合 让人感受到棕色的多变性与永恒魅力 维持在暖色调的领域 让我们提高明度与彩度 来看本季时装秀上的柔和黄色调 黄色的应用也非常适合那些想要在秋冬时节 保持活力和自信的穿搭方式 为略显阴郁的季节带来通透与明亮感 既能让人耳目一新又不时优雅 成为适合过渡季节的单品 例如外套和围巾等单品的运用 在Zeris Ben Norton跟Prada等品牌的作品里 黄色有时候也成为焦点色彩 展现出更多创意和搭配的可能性 带来了视觉上的亮点 能够提升整体造型的趣味性 粉红色在本季展现出了更多元的风格 从柔和的Baby Pink 到饱和度更高的Cherry Pink 都在各大秀场以不同单品呈现 作为一个经典的柔和色彩 粉红色为秋冬造型增加了甜美魅力 无论是运用于毛衣裙装 经过设计师们的巧妙运用 粉红色不再仅仅是少女风格的象征 而是成为了秋冬时尚中的核心元素之一 让造型更具层次感的颜色 今年的蓝色调相信是令人惊艳的焦点 从优雅的浅蓝色 特别是清新色调的Sky Blue 这种颜色给了一种清新自在的感觉 让人联想到逃离现实的海岛度假 无论是作为整体造型中的小亮点 或者是设计为外套的主打色 Sky Blue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活力 为秋冬造型带来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惊喜 这些轻柔的蓝色调 尤其适合中性色 呈现柔和且时髦的视觉效果 同时浅蓝色极具通透感 适合肤色较冷的人 所以对于肤色偏暖的人来说 建议选择带有一点点黄色调的浅蓝 将会让整体的造型更具协调性 让我们降低一些明度 二次秋冬的秀场上 也许多优雅的Royal Blue 深蓝色在本季展现出了一种 极具沉稳与神秘的质感 深邃的蓝色为秋冬造型 增添了一抹高雅的气息 兼具黑色的庄重感 又拥有蓝色独特的宁静与疗愈感 适合在各种场合出现 深蓝色特别受欢迎于外搭的设计当中 Chloe长版皮质的风衣 以夜幕蓝成为衣橱中跟经典的搭配单品 Miu Miu 则以双排扣外套 搭配大朵蓝色印花 收腰短裙造型带出青春气息 或者是用质感进行诠释 为秋冬系列注入了一种 不可忽视的优雅与成熟 这些较为深层的蓝色调 不仅提升了造型的高级感 还带来一种神秘内敛的魅力 成为一个经典的选择 让人感受到时尚中的力量与平静 属于无色彩系列的基础运用 例如黑白灰 当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表现 随着解说会一起提到 在此就先不赘述 接着我将用自己的观点与经验 如何将这个季度的色彩 分出三大系列主题 与下一集的风格分析串在一起 变成完整的趋势分析 这一季 我用粉红粉蓝与嫩绿这些柔美的色彩 融合经典象牙白 这些色彩不仅带有当代的时尚感 同时散发出浪漫与优雅的氛围 勾勒出一种充满复古气息的色彩组合 宛如走进了一个旧日巴黎沙龙 光影斑驳中展现出温柔的力量 我融入了一点点的棕色和深红色 使整体的风格更加成熟而且沉稳 这些较深的色彩平衡了粉色系的甜美 还为造型带来了更丰富的层次感 既柔美又充满力量 以红棕色作为稳重的基底 搭配活力十足的牛仔蓝 暖黄色与自然绿色营造出温暖 且充满生命力的视觉效果 这些色彩相互交织 散发出一种自由奔放的氛围 充满了波西米亚的随性与愉悦感 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独特的故事 而它们的组合则象征着和谐的多样性 与无拘束的创意精神 第三个系列主题色彩 以黑色灰色米白和鸵色作为基础 呈现出一种极简主义的经典 无论是黑灰的冷静质感 还是米色与鸵色的温润柔和 每一种颜色都透过简单的线条和纯粹的搭配 传达出优雅设计的哲学 同时我加入了夜幕懒和丛林绿这两种沉稳的色彩 不只为整体造型增添了静谧与疗愈氛围 还能凸显出极简外形的清晰轮廓 为整体增添了细腻的活力感 以上是我的观点和我为设计所做的分析 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品牌需求 或者是穿搭方式去规划 看了这一集 如果你觉得对新一季的服装颜色选择和搭配有帮助的话 请在留言处打上加1 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喜欢哪一个色调哦 下一集接着分析材质表现与风格 功课都帮大家做好了 记得按下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给和你一样喜爱时尚的朋友哦 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 还有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